重度脑性麻痹已经让病患和家属被疾辛苦了 如果还加上会自残的罕见疾病呢 桃园这对小兄弟 哥哥15岁 弟弟13岁 罹患来西尼亨正后群 哥哥刚出生的时候没有特殊异常 但1岁开始出现肌肉高张 运动发展迟缓的情况 本来被医师判定为脑性麻痹 但后来弟弟出生后的发展也一样 基于脑性麻痹不会遗传 加上兄弟俩高尿酸 后来才确诊是隐性遗传性的来西尼亨正后群 全台湾只有10例 遗传发生率更只有38万分之一 令人不舍的是 他们肌肉高张 病状会越来越明显 为了转移身体的不舒服 他们自残的行为就会越来越严重 产生无法控制的咬掉嘴唇 抓破耳朵 还会撞头等等 伤痕累累 小兄弟的爸妈必须有无比的爱心与耐心 甚至是勇气 信心地照顾他们 只希望减缓他们的病痛 那么医学上有没有办法能够降低他们的痛苦呢 有一位颇具网络声量的小学老师 成功发动爱心募款 让兄弟俩接受脑部深层电刺肌手术 这是台湾第一次把治疗巴金森氏症的手术运用在治疗来西尼亨症后群上 希望可以降低肌肉张力和自残的病征 来看他们的故事 今天上课很开心对吗 很开心 今天国里上什么 不记得 不记得 那台语课上什么 她是13岁的小琪 虽然罹患遗传性的罕见疾病 来西尼亨症后群 但她总是笑笑的 是个开朗活泼的孩子 推着轮椅 妈妈带小琪和妹妹一起走出校门 坐在轮椅上 小琪弯曲的手脚都显得僵硬 有时候还会不自觉晃动 连说话都很吃力 放轻松 进去 对 进去 进去了 放轻松 放轻松 因为不能控制肌肉功能 小琪的手脚都要固定在轮椅扶手上 只能靠着妈妈一口一口慢慢喂食 吃饭真的是一项大工程 小琪还有个哥哥小峰 同样是来西尼亨症后群的患者 因为是隐性遗传疾病 两兄弟出生的时候没有特殊异常 到了一岁开始出现肌肉膏张 而且运动发展迟患 爸妈才发现不对劲 我们开始咬嘴唇 然后咬到有点开始有颜色 因为变白嘛 然后可以咬越严重 你只要靠近它 就闻到味道了 那时候我们刚开始 我们用最笨的方法 你知道我用棉洗块 把它放在这边咬着 然后把它固定在这边 翻着相簿 怀孕时的曹云婆罩都保留着 介入孩子每一个成长的过程 回乡起两兄弟刚发病的时候 去了好几间医院检查都被误诊 刚开始他们都说是脑性麻痺 对啊 连弟弟也说 不可能啊 一般脑性麻痺是不会遗传的 我说去顾客看一下好了 刚刚那样传引起了发生痴缓 结果就查到来西尼亨症后群这个病 医生说不可能啊 我们之前帮你做很多检查了 就不是啊 可是你看里面90%的症状都很像 譬如说自残 然后他的那个高尿酸结晶都有了 然后一些脏力 然后还有驱动型的 后来因为高尿酸的症状 经过基因检测 才确诊是莱西尼亨症后群 这无疑是带给这个家巨大打击 有哦 弟弟在那时候人出生的时候 那时候真的很心里常常都会想说 那我们母子三个人 从这边跳下去什么样 会啊一定会 一定超难过的啊 为什么我会遇到两个啊 然后重力他都机器都没那么高 好像好像这样 弟弟他比较 他现在还没有很任命 因为他哥哥他为什么就任命呢 因为哥哥他就说 因为我就是不能走 他就讲说那我就不要走 对 可是弟弟就说我不能走 我就是偏想要走 我想要起来走 我想要跟妹妹玩 我想要跟同学玩 小齐的笑容就像窗外的阳光灿烂 但随着年龄增长 莱西尼亨症后群的行为反应 越来越明显 不自主的四肢动作 加上肌肉张力 让他们开始出现了自残行为 手指和嘴唇都因为无法控制地 咬出缺损伤口 甚至会不自主撞头或抓伤自己 越来越严重的自残情况 让爸妈不得不求助医师 动网手术会改善他的一些自残情况 然后改善他的脏力 对 然后最主要是 如果他自残情况可以降低的话 我们跟他都好 因为至少他不会一直伤害自己 然后他伤害自己的时候 其实看他我们也很难过 可是我们没办法帮他什么 你知道吗 我想你要手术 你要跟人玩 然后还有呢 小齐想念正在医院准备 接受手术的小峰 这是他们出生以来 第一次分开这么久 哥哥加油 我好想你哦 在医院这一头照顾小峰的是爸爸 在他心里 陪伴两兄弟是他最甜蜜的负担 一边受访一边安抚小峰 现在十五岁的小峰 症状比小齐更严重 因为肌肉紧绷造成不舒服 不能说话也不能动 他只能不断咬自己 现在下嘴唇已经没了 舌头剩下一半 为了不让小峰继续咬舌头 下排牙齿也拔掉了一大半 平常只能带着爸妈特制的奶醉 只有吃东西的时候才能拿下来 一路走来非常不容易 刚开始我们也是 看他这样子会怎么 怎么会是说 为什么是我们有这种小孩 第二个小孩出生的时候 晴天霹雳 两个哇他怎么接受 那时候我老婆就一直哭一直哭 我说 那事情遇到了 你也总不能再把他塞回去 慢慢凝聚去一个共识 说他是我们小孩 他是我们可爱的小孩 后来他们的心态转变了 我这种小孩也不可耻啊 那是因为他的疾病有关系 也不是我嘛 我们就是 就是要说将来接受他 去爱他 然后去欣赏他的不完美 虽然想表现得很坚强 还是忍不住掉下眼泪 现在他们全家都期待手术后 能够带来一些改变 当我不动对不对 对啊 对啊 很棒 因为他对那个什么肌肉松弛剂啊 神经安定剂那些药物大概 就是帮助他的功能都 效果都不够不够明显 因为我们放这个脑部生神电刺机 他放的位置就是 他是可以减缓这个运动的功能的一些 障碍影响 不正常的运动 比如说他有一些僵硬啊 或是有一些不自主的运动 根据美国数据 来西尼恒症候群发生率约三十八万分之一 目前追踪到全台湾共有十例患者 医疗团队希望可以透过脑部生存电刺机 帮助到这些患病孩童 他就是把晶片放到我们的标的 就是我们的那个大脑的一个区块 然后把它然后开电 然后就是来对他那个刺激 来控制这个不正常的动作 脑部生存电刺机原先是用来治疗 巴金森是症的手术 目前亚洲国家中台湾是第一个用来治疗 来西尼恒症候群 尤其年龄这么小的患者更是第一例 而这一次是透过社会大众的热心 替晓峰和小琪减轻医疗负担 我觉得很难过 很感 觉得很心疼 对 然后他们说需要一大笔钱 来帮两个孩子开刀 三天就募到他们要开刀的那些钱 真的很感动 就觉得这些网友怎么那么可爱 又很善良这样子 协助募款的沈老师也是特殊儿的妈妈 所以更能感同身受 中度语言障碍 中度肢体障碍 那就是在陪伴他复健的过程中 他自己很辛苦 然后我也看到很多很多病弱的孩子 其实当老师跟当特殊儿的妈妈 很不一样 因为当特殊儿的妈妈 你必须要去处理很多很多孩子 身体的问题 那老师可能只有看到学习 有些妈妈希望自己的孩子 可以得第一名 可以得一百分 可是没有想到有一个妈妈的期待 是孩子不要继续痛 因为社会的爱心 让小琪一家人有了一线曙光 妈妈握着小琪的手 每一次练习运动都要用尽全力 但只要孩子能少一些病痛 就是这个家最大的幸福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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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